在现如今的社会中赖账的人很多,甚至有很多人被称为老赖。 这些人就连坐高铁、坐飞机、住酒店都受限制。 甚至还有电影院在播放电影之前,将那些老赖的名单公布出来,让他们成为公众防范的物件。 一个普通人赖账,无非就是别人称为老赖。 人人唾弃而已,但如果一个国家赖账的话,那付出的代价可就大了去了。 20世纪初期的土耳其,还是一个贫弱的国家。 曾经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,早已经辉煌不在。 备受西方列强欺负的土耳其,准备奋发图强。 为了发展土耳其的海军,土耳其政府需要新式的战舰。 但以当时土耳其的国力来说,根本无力自己制造新式战舰。 所以只能向英国购买。 土耳其向英国购买了两艘新式战舰。 总共需要三千万美元。 这对于当时还很贫弱的土耳其来说,绝对是一笔巨款。 土耳其政府一时之间根本拿不出来。 好在,土耳其人民还是很爱国的。 土耳其的百姓纷纷慷慨解囊。 拿出自己口袋中的钱捐给国家。 凑钱去支援国家购买新式战舰。 土耳其将购买两艘战舰的运付款给了英国人。 就等住战舰造好,英国人将战舰送过来。 可就在这个时候,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。 身为协约国之一的英国,居然在这个时候赖账了。 他们告诉土耳其人,战舰造好了。 但是不能交给你们。 因为战争爆发了。 造出来的战舰英国人要自己用。 没法给土耳其了。 这明显就是不履行合约的赖账行为。 土耳其立刻提出的强烈的抗议。 但是英国人根本置之不理。 按理说土耳其付了钱。 英国人应该将战舰给土耳其。 即便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交付战舰。 那也应该给予赔偿。 最起码的也应该将土耳其购买战舰的预付款,还给土耳其。 可是英国人什么都没有做。 算是将老赖进行到底了。 土耳其当时急需这两艘战舰,来装备自己的海军。 土耳其位于亚欧大陆交汇处。 首都军事坦丁堡,不仅是宗教、文化重地,更是战略要地。 俄国对于军事坦丁堡,可以说是虎视眈眈。 土耳其想要壮大自己的海军,去对付俄国人。 英国人背后撤肘惹怒了土耳其人。 无数土耳其人上街游行抗议英国的老赖行为。 然而英国人根本视而不见。 在他们眼中土耳其贫弱。 哪能跟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国对抗呢? 的确,当时的土耳其跟中国一样。 曾经非常强大过。 但是后来备受列强的欺辱。 当时的中国有个外号叫做东亚病夫。 而土耳其外号就是西亚病夫。 尽管曾经的土耳其帝国辉煌灿烂。 强大无比。 当这个帝国,把控东西方交通要到的时候。 东西方诸多国家,都要看这个帝国的脸色形势。 也致使欧洲人去开辟新的道路前往东方。 新航路得以开辟发展。 在17世纪后期, 奥斯迈土耳其帝国走向衰落。 后更是成为列强西压的物件。 只是英国人没想到的是, 土耳其虽然不够强大。 但是地理位置,依旧是十分重要。 土耳其的黑海门户。 林博斯普鲁斯海峡。 与多个国家相邻。 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。 无论土耳其倒向哪一方, 对于另一方都是巨大的威胁。 知道土耳其被英国人骗了的德国趁机, 来忽悠土耳其加入同盟国。 并且大方地送上了两艘新式战舰。 土耳其对英国人恨之入骨, 自然就答应了德国人的要求, 加入了同盟国。 土耳其海军大败俄国海军, 阻断了俄罗斯进入地中海的道路, 更歇断了英国与俄国的通道。 此时英国才反应过来, 认识到土耳其是多么的重要。 于是赶紧劝说土耳其中立。 但土耳其怎么可能同意呢? 坚决要联合德国跟英国干到底。 劝说无效的英国, 只能联合法国争集大部队, 对土耳其发动作战。 试图攻占军事坦丁堡。 土耳其在德国的援助下, 建立了强大的攻势。 英法联军冒住枪林弹雨, 以及加里波利恶劣天气强行登陆。 最终伤亡惨重。 加里波利战役。 英法联军共计伤亡26万人之多。 英军约伤亡22万。 因为两艘新式战舰, 英国人赖账不给。 结果导致英国付出难以攻量的代价。 估计英国肠子都快毁军了。 如果没有土耳其的临时倒戈。 英国在一战中损失, 不会如此巨大。 所以说, 这老赖轻易做不得。